出国游成为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和热中的一项旅游新体验,而位于我们邻国的越南,近几年更是受到市民的喜爱和欢迎,但是有不少细心的游客发现,在前往越南的时候,国内很多有钱人一到越南就喜欢待个十天半个月,这让不少市民疑惑不解。 但是听完导游告知的原因后,游客立马懂了,原来是当地的这些服务便宜,为啥为啥国内有钱人一到越南就喜欢待十天半个月,这种现象如今在国内不算少数,除了越南拥有丰富的旅游环境和生态资源可以体验之外,深受有钱人喜爱的,更是越南当地美女的这种服务。 那么大家知道是什么服务吗?接下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。越南美女多这是众所周知的,然而越南的美女,还很喜欢做一个行业,那就是伴游服务。 伴游服务如今是越南最赚钱的一项服务,而这种服务,可也不是想做就能做的,像越南愿意当伴游的女孩,不单只是要对当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路线十分熟悉,还要能讲一口流利的外国语言。 最重要的,他们还要有足够的颜值,伴游服务需要在游客旅游期间全程陪伴,更要为游客安排好行程,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旅行。 其实,这些伴游女孩的学历都是很高的,有些只是因为经济情况,出来找了一份兼职,而越南的女孩大部分都是比较安静内脸的,但是当他们开始做伴游之后,都会变得能说会到,大方开放,所以,安静内脸的性格和清纯的样貌,深受国内有钱人的喜爱,因此也是有钱人一到越南就喜欢待十天半个月的原因, 所以导游告知原因后,游客立马就懂了。说实话,这些伴游女孩真的不容易,很辛苦,果然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不容易之处啊,但是游客们也要注意自身安全,可千万不要跟美女聊开心了,就不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哟。大家对伴游服务有什么看法呢?